大家好,接上期视频,继续聊秦人的九度八千 上期视频聊到秦穆宫时,秦国的疆土和国立,达到了春秋时期的顶峰 可是随着晋林,晋国的霸业日益巩固 秦穆宫死后,秦人河西之地,逐渐被晋人蚕食 而且两次被晋人攻入腹地,其中一次逼近秦都雍城 三家分禁后,魏文侯用李逵变法,用武器编略魏武族 魏国一跃成为战国第一强国,并积极向西脱脱 与秦国争夺黄河以西,落河以东之地 在秦魏争夺河系之战中,秦国都城雍城有点边长目的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 这时期秦造公病死,吴子寺,齐帝即位及秦怀公 秦怀公于振兴秦国,可是触动了贵族利益,或被逼自杀而亡 四年齐孙即位,始为秦陵宫 为了方便指挥东部战士,并摆脱雍城贵族势力的束缚 秦陵宫将都城从雍城东迁到了三百余里外的京阳 京阳便是秦人的第七都,作为秦都的历史有十年 居住在这里的秦人君主,只有秦陵宫一人 秦陵宫死后因儿子上校,由其帝即位就是秦简宫 此后秦国独城,拥有千回雍城 秦简宫六年,魏国以吴启为统帅,大举伐秦 此年,河西之地几乎全被魏国占领 人还于当地设计掉西河郡,并任命吴启为首任西河郡守 秦简宫痛听自定,实行另立初代剑 并开始按照地主所有田地的面积,征收地税等改革 秦后汇宫时期,联盟楚国,继续与魏国争夺和西之地 秦后汇宫死后年仅一岁多的秦初宫即位 秦母小祖夫人摄政 在外离王三十多年的秦陵宫之子返回秦国 在秦国大夫的帮助下夺取军委,史称秦宪 秦宪宫出登基,首先废除人训制度 并下令在东方战略要地岳阳修筑城墙 把都城从雍城东迁到了岳阳 一是显示收回河西之地的决心和壮志 二是避开旧都雍城,旧贵族势力的叔父 岳阳便是秦人的第八族 在今陕西西安,延梁武吞镇一带 作为秦都的历史额三十四年 居住在这里的秦人君主有秦宪宫、秦孝宫二人 天都岳阳后,秦宪宫竟然进行了推广宪制 守自己官方形式开东集市 维护级项目等,为秦国的进一步变法 奠定了监视基础 秦宪宫死后,秦孝宫任由沙阳主持变法 沙阳首先在岳阳庆目为信 颁布了以军功绝制取代世系势录制 重农一伤十五连坐等 又要求家有成年男子二人一上者 另离呼机等 第一批变法法令便是秦国国力显著提升 山羊初次变法一度收复部分河西师弟 甚至供取了河东为国的救度安逸 但当为国发起反扑时 秦国又被迫退出上述地区 显示了秦国的国力,还尚未能完全压倒魏国 随后山羊开始主持第二阶段变法 第一项措施便是迁都 因为当时的岳阳过于偏移东北方向 而且随着进一步的发展 地方现在也有点拘束 此外作为都城三十多年 岳阳也聚集了大批的旧势力 为了进一步摆脱叔父 退进下一步改革 并为秦国寻找一个更有前景的都城 秦孝公十二年 上阳奉秦孝公之命 在京阳正南 渭水北岸边的咸阳修筑工厥 并于次年正式迁都这里 咸阳便是秦人的第九度 作为秦都的历史有144年 自秦孝公、始秦子英 共有九位君主相继居住在这里 咸阳几乎在整个秦国的中心位置 仅靠渭河交通便利 方便秦国东出争夺中原 这里徒弟更加肥沃 农业发达 人口众多 据西州的封号二经也非常近 文化积淀深厚 王气十足 所以秦自孝公千都千阳 直到秦朝灭亡 144年间秦人再为千都 谢谢观看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敬请观看下期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